来 尤夫老师 来 我们如果来分析 什么样守灭相的子女 这个对父母永远只有钱钱钱 我们说子女对父母 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来还债的 这种好子女还债 就拼命拿钱 拿钱给爸爸妈妈去享受出国旅行之类的 另外一种就是来讨债的 要债的 那这种对父母亲永远只有钱钱钱 就是来讨债的 当然这讨债是一种很玄的说法 事实上他就是要来讨债 所以把这种子女的长相 把类能四个特色 然后把讨债指数类成60 70 80 90 越分数越高的越像父母亲 就是要钱 你就是钱 什么都没有就是要钱 好 我从60的开始讲起 60的话先看我们的生命线 生命线就是我们手上最深的这条线 这条线的开始起点在那里 通常是在食指跟拇指的中间这个地方 一般你们可以 观众朋友你现在就看一下你的手 我们的这个生命线的起点 通常是在这个地方开始 那高一点低一点没关系 差一点也无所谓 但是我现在这一个呢 你注意看一下 它低了很多 也就是说 它的生命线的起点偏低 生命线的起点呢 比较低这个地方 那比较低的呢 一般来讲它的家境也比较不好 父母亲也没有钱 那父母亲没钱 他也没钱 这个本来就没有办法嘛 父母亲没钱你也没钱啊 但是他问题他本身很懒 他这种低下来的影响 这个金星秋是代表一个人的活力健康嘛 他本身健康不好 活力不好 他也没有认真赚钱 偷懒 偷懒父母亲也没钱 但是他对父母亲还是要钱 因为他没有钱嘛 没有来源 自己可能说没有工作 说不定没有工作 他只好一天到晚 像父母亲要钱要钱 但事实上 这四种状况都不一定相同 这种状况也是要不到钱 其实的是什么呢 眉毛 竖毛 就眉毛不是头的地方 是尾巴的地方 这个眉毛是往上竖的 你注意观察 我常常看到的这种人 就是眉毛的尾刀 他这变成毛 他是竖 因为他这没有办法 除了他整个拔掉 那我们没有办法要讲 就是看这个 这种最后顶撞父母 那顶撞父母 小孩子都会顶撞父母 他不是 他这个状况不太一样 他是会跟父母亲抱不平 你看父母亲对哥哥比较好 对姐姐比较好 对弟弟比较好 对妹妹比较好 对我最不好 那这个只是以前的 可能是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那到长大就不得了了 整大的时候他说 你钱都给哥哥 你钱都给姐姐 钱都给弟弟 就是没有给我 或者有给 他总认为他给的最少 这种会去争执 甚至对父母亲是凶 很凶 为什么我都给最少 我为什么都给没有 其实说不定是给一样 但是他这个没素毛的人 就是那种感觉 认为我给的比较少 父母亲不公平 对我们子女 就是不公平的 当然他嘴巴里面 还是只有钱钱钱 眼光里面只有钱钱钱 好 再去更高分的 我把这个讨债指数 为父母亲要债的 80分的是什么呢 骨静无毛 骨就是大腿 静就是小腿 简单的讲 这一项只限定男生 不限定女生 以男生来讲 小腿大腿都要有毛 不能没有毛的 我们讲有毛的话 就是风衣足食 命会比较好 赚钱也比较轻松 所以一般人一定有 那女生这一项不论 因为女生通常大腿 可能没毛 小腿可能有 也是很细细的那种绒毛而已 所以这一项只论男生 男生如果说 你这个都没有毛的话 这种人个性不良 作奸犯科 或者说专门是做犯罪的 那当然对父母亲也是不孝顺 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 他就不懂不孝顺 对父母亲不好 父母亲对你也不好 也有状况 但是反过来讲 他对父母亲的要求就是 只有钱 钱 钱 我很关心 我先了解一下 OK 好 当然是指小孩子成长的环境 不能说是大人 大人都不论这一个人 好 这一项甚至有点暴力倾向 就对父母亲要不到钱 还可能也会暴力 当然说 也说实话 一个人对父母亲会暴力 他应该是整个 我们相不独论 整个整体看 可能眼形很凶暴 颧骨很脏 看起来很恶劣的那一种的长相 但是这是其中的一项 就是 法际不齐 就是头发这个地方非常的乱 尤其李光头是看得更清楚 这个地方非常是乱 乱的话 这种一般来讲 从小得不到父母亲的照顾 父母亲比较不疼 那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为可能家境也比较不好 但是现在我们主要讲的是说 他专门是要钱 而且他要钱刚讲会用暴力的行为 那刚才我讲暴力行为 可能还参看其他的长相 但是这是其中的一项 就是要钱要钱 要不到可能会用动粗的 会用动手动脚的 那当然我把它列到最高分了 那这几项给观众朋友做参考